今天去市场特地买了一条鲜骨鱼和大家开箱 它是大头鱼的一个品种 但是经过人工重新的培育 把它的身体收紧脑袋变得很大 还有一些地方叫它缩骨鱼 它的肉质会比大头鱼更加的细嫩 宰杀它首先把它拍晕 如果一下不行可以来两下 然后把它放血 改刀的这个部分就直接略过 现在我们把它清洗 这么鲜美的鱼 今天我会用它来做一道非常好喝的鱼汤 如果大家在做鱼汤的时候 煎鱼这个部分不会的话 大家要认真仔细地看完 今天的鱼汤会加一些鲜菇 准备几颗鸡胸 把它表面上的泥巴去除掉 然后再把它切成厚片 再切一些黄色的金针菇 这种金针菇比白色的更加的脆 再准备一些鸡虫油 把它一开二 再切一点做汤必不可少的姜片 好我们现在把鱼进行煎制 首先把锅烧热 然后下午油润锅 油走匀整个锅后 再把油爆出 这时候的锅可以不需要再接触火面 再给上一勺的冷油 然后再把冷油倒出 这时候的锅是热的 油是稍微冷一点的 这时候下午鱼 它就不会粘锅 鱼下午锅后再给上一点点的油 从锅里里入 这样子鱼块全部都裹上油了 然后用中小火进行煎制 在鱼没有定心之前 不要去翻动它 煎到一到两分钟后 再稍微去晃动一下锅 底部煎制到有点焦焦后 就把它翻面 我这个翻面有点危险系数 大家可以用铲子去翻动 把两面都煎好后 在下午姜块 在下午米酒进行炝锅 米酒的作用可以让汤更加的醇厚 有很多人说 做鱼汤一定要用热水 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 当然不是说它的方法错误 错在一定 其实你用冷水 同样可以把鱼汤烧得很白 只是时间要延长 但是烧鱼汤一定要用大火 这样子的话 鱼的椒盐蛋白才可以更好地释放出来 我这个是煮制了五分钟的鱼汤 这时候就可以下午刚才切好的杂菌 然后用大火再烧两到三分钟左右 这么鲜美的汤不需要再下太多的调味料 直接一点点的盐 糖 少许的胡椒粉 调好味后就可以出锅 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建议 虽然君子是培育的 但是一定要彻底的煮熟 在这里偷偷地告诉大家 这条鱼比平时我们吃的大头鱼 味道更加的鲜美 肉质更加的细腻 本期视频到我结束 如果喜欢的点个赞再走 谢谢大家 ドイン